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了解近30年各界对于这幅生计的研究成功 探索背后的点击故事 我觉得就是这个展览有这个GooglePad 然后里面的介绍非常的详细 平时都不会知道的一些比方说透视法 然后一些黄金比例 一些几何我都是看了这个展才会知道的 在互动区域 观众可以通过点击触摸屏幕 了解科学家是如何对两幅蒙娜丽莎进行对比研究的 而最令人激动的是 游客可以近距离地欣赏到保存完好的达芬奇真迹 早期蒙娜丽莎 这幅作品中的蒙娜丽莎比卢浮宫中的蒙娜丽莎创作更早 传神地记录了蒙娜丽莎更为年轻时候的样貌 最终有的位置